各位朋友俗话说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所以说见人就是矫情 这个菲律宾在那个南海人就狠狠的挨了几巴掌之后 秒怂老实了 最新传来的消息咱们看看 菲律宾对非中海上对峙事件 不会触发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的航母舰队跑得远远的 解放军 我不是这个互联网上 我是第一家给大伙说 中国下定决心了 在南海要找美军决战 美军跑了 跑得远远的 四艘055就能把好几个美国的航母舰队 直接送到海底 位于跑得远远的 跑了 不上当 也告诉菲律宾 别上当 油管的一号国师说了 解放军这是给我们在南海下套了 让我们舰队在南海全军覆没 所以菲律宾 你别再跳了 所以说认怂了菲律宾 菲律宾总统府的文官 这个叫什么呀 菲律宾总统的文官长 文官长的意思就是文官之首呗 卢卡斯周五表示 本周在南中国海发生的非中海上的对峙事件 不会触发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周五当被问及 马尼拉方面是否会要求华盛顿遵守一项条约 即在菲律宾的船只飞机军队或海岸警卫队遭受武装袭击时 要求华盛顿出面保卫兰 菲律宾的文官之首回应说 我们尚未准备好 将此视为武装袭击 他说菲律宾的国家海事委员会 已向总统马克思建议向马德雷山号登陆舰 轮换和补给的任务例行且定期进行 还要去还要挨揍是吗 菲律宾的媒体的记者在这个推特上写道 菲律宾政府不认为最近的这个事件是武装袭击 是吧 这可能是一个误会或者是意外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将其归类为武装袭击 我们看到的只是砍刀斧头仅此而已 此外呢 菲律宾政府呢 也没有打算将这个事件呢 诉诸于更高的国际机构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轻松解决 如果中国想遇我们合作 我们可以 立刻就认怂了 这怂呢 是彻彻底底的各位 就这位啊 文官之首 You know this was probably a misunderstanding or an accident we are not yet ready to classify this as an armed attack Bolo Bolo Axe Nothing beyond that 那个斧子砍刀那不算啥没啥 那个中国的官方也说了 你们误会了我们那是自拍杆 不是斧子 好吧 菲律宾的军人默默的为文官长点了个赞 好吧 是不是 这个军人枪 我们在官校受训的时候 枪丢了你人也丢了 你命也丢了 所以人不离枪 枪不离手的 第二个 断你的手指什么意思 你要染指我的 你的领寒 我就断你的指 断你一指 当然这个手指头到底怎么断的 有不同的说法 不知道 菲律宾说是被砍断的 但是呢 大陆的讲法 因为在各式各样的 目前看出来的影片当中 没有看到所谓的拿刀砍的画面 说应该是在船 在碰撞的时候 可能是被夹断的 也不见得夹得这么巧 这个上船去扭斗的时候就有了 我们晋升格斗的时候 抓到你的手指 一掰啊 你就全是 全身就受自律了 对 这个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船上 等于是晋升格斗了 嗯 我觉得 碰撞了 你看他碰撞了 除非是北边那是一个艇 对 中间画面 对南边都是橡皮艇 橡皮艇通常不会把你手夹断的啦 对 所以这个东西很可能在 执法的时候发生了格斗 格斗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菲律宾这是蛮丢链的 台湾的帅将军说这手指头是被掰断的 哎呦我的天呐 好吧 中国的网友这算是停不下来了 你看了没有 中国的官方 这是中国警方在线啊 官方整活最为要命了 这个 中国的官方这是放飞了自我了吗 啊 说你们 你们这些网友天天都是投稿那些什么图啊 看不懂 都来说说 这是啥意思呀 啊 啥意思啊 说 你的主力舰队在哪 猴子说 我就是主力 中国的官方这是钦定 菲律宾就是猴子了是吗 哎呀 中国的网友一看这个全炸锅了呀 你知道吧 好家伙 官方都钦定了啊 菲律宾就是猴子 啊 这菲律宾确实是贱人嘛 你这矫情矫情 你看现在多丢脸啊 多丢脸啊 这事 各位啊 哎呀 好吧 这个 马德雷山号 现在怎么样了呢 马德雷山号啊 确实都快花了了 看一下马德雷山号吧 中国呢 对菲律宾强闯人爱礁的行为啊 成功的进行了这种教训之后呢 中国海警并没有丝毫的放松 而是再次乘胜追击 展开了对人爱礁及附近海域的新一轮的巡航 是吧 这个相关方面公开的消息啊 这一次呢 中国海警出动的是以海警5203舰为主的海警的船队 这是一艘2000吨级的新型海警船 并带有先进的舰炮等装备啊 这个相关公开的画面上来看呢 海警巡航的距离呢 几乎都贴近了那个非法坐摊的那个破船 这次呀 近距离拍摄了马德雷山号一些现场的情况 从图上看呢 这个舰的状态呢 袖急斑斑 多处呢 都已经袖拾出了大大小小的破洞 而且呢 明显的可以看出啊 非法坐摊20多年的这个破船 明显的出现了倾斜 马上就要倒塌的这种架势 明显 这个角度很明显 你看了没 倾斜了 这个船呢 其实是1944年服役的一个二战时期的老舰 经过了20多年的坐摊 底部呢 已经锈石了 接近了崩塌 也属自然规律 其实下面呢 这个中国不用干啥 是吧 不用干啥 我估计 过个这个不长时间 他自己就塌了 但是呢 也不能等着他塌 就是把断绝 他的食品淡水的供应啊 让上面的那些驻守的菲律宾猴子 除了投降 没有活路啊 那不挺好吗 是吧 他得破船 啊 菲律宾方面呢 可以说现在呢 确实是心急如焚 是吧 这个 现在 菲律宾的人 如果不撤的话 啊 那就得饿死到上面 最后呢 这个这些守军投降了中国的海警 是吧 那菲律宾政府 那面子往哪搁呀 所以现在菲律宾面临着 要不然就赶快撤人 是吧 要不然呢 就得投降 所以菲律宾现在是相当的头疼 就这个事儿 求助美国呢 美国爸爸现在也是 那个 没那个胆量 也不敢靠近这个事 是吧 所以呢 台湾的这些名嘴啊 这个劲儿的嘲讽喷美国呀 这是 黄舰长啊 台湾的 舰长 黄舰长说 菲律宾跟美国有 这个叫做美非防御条约嘛 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它在菲律宾有九个基地 它在菲律宾还有这个装了中层飞弹 我刚刚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台湾跟美国完全没有的 我们是完全没有的 他们有这么多东西 如果真的 解放军动手打了菲律宾 结果美国完全不介入 完全不介入 你认为 能不能够给我们台北一点警惕 人家那个样子 他都不介入 那你什么都没有 你凭什么期望美国 一天到晚跟台湾的人民说 美国一定报 美国一定来 拜登说了什么东西会来 我告诉你 那就是现实的例子摆在那里 菲律宾 如果在这之前或者过了 打起来了 结果美军都不动手 我请问你 你还有 叫做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去说服台湾人说美国会帮我 不可能的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呀 其实呢 中国在南海 那就是投石问路 摆出了在南海 决战的架势 三艘055大区 载满了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有人说浩哥那上面是110个 你别忘了 那里边有30%要装防空导弹 只有70枚可以装超音速反舰导弹 知道吗 所以美国不敢来 那就证实了美国的确是个纸老虎 南海 他不敢去台海 就更不敢插手了 各位 所以你看 教训了菲律宾之后 中国马上就出台了 对台独分子的 惩戒的法律 最高可以判死刑 是吧 所以你看了没 台湾 马上就要解决了 时间 真的是到了 各位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